西游记 三 菩提祖师 美猴王用了很长时间 终于到了海的另一边 来到了一片新土地 他走了很多年 去了很多地方 见了很多人 但是他没有找到圣人 最终他来到了一座山上 他走在山路上时 听到了砍木头的声音 一个侨夫正在砍柴 你好 美猴王说 这座山中有圣人吗 侨夫吓得斧子掉在地上 你是猴子 他说 你居然会说话 是的 我会说话 美猴王说 我想长生不老 你知道我去哪里可以找到圣人吗 侨夫抓了抓脑袋 我知道的 他说 这山上有位名叫菩提祖师的圣人 他非常有智慧 美猴王很高兴 我去哪里可以找到他 你只要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走 就可以到达他的住所了 侨夫说 谢谢 美猴王说 他挥手告别了侨夫 沿着小路一直跑过去 很快 他就看到了山边的一座庙宇 在这座庙的大厅里 菩提祖师正和他的弟子们坐在一起 他看着自己的大弟子 去开门吧 菩提祖师说 有个新弟子就要来了 让他进来 那个弟子表情困惑 遵命 师父 他说 那个弟子起来走到庙门口 他向门外看去 你好 美猴王大声说 我是来见菩提祖师的 不一会儿 美猴王就站在了菩提祖师面前 我想成为你的弟子 美猴王说 你只不过是一只猴子 菩提祖师说 你怎么能做我的弟子 美猴王笑了 我确实是只猴子 但我能说会走 我还会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差不多用了十三年的时间 才来到这里 我很确定 我有资格做你的弟子 菩提祖师看了美猴王一会儿 你的父母是谁 他问 美猴王挠了挠头 我没有父母 他说 我是石头里出来的 有意思 菩提祖师说 你可能是天地造出来的 你可以做我的弟子 但你需要一个名字 他思考了一会儿 我就叫你孙悟空吧 在之后的七年里 孙悟空一直住在庙里 这只猴子每天冥想 听他的师父讲课 还要做一些杂活 有一天 菩提祖师正在授课 悟空突然开始跳舞 菩提祖师站了起来 你怎么敢在我授课的时候跳舞 他大叫道 对不起 悟空说 我实在是太开心了 所以我要跳舞 菩提祖师平静下来 你很开心 是的 孙悟空说 跟着您学习 我很高兴 悟空 你来我这里已经很久了 你想跟我学习什么呢 菩提祖师问 悟空耸的耸肩 我不知道 请您告诉我 我应该学习什么 好吧 菩提祖师说 我可以教你遇知未来 你喜欢学这个吗 可能吧 悟空说 这会让我长生不老吗 当然不能 菩提祖师说 菩提祖师说 那就算了 悟空说 教我点别的吧 嗯 菩提祖师说 那么学点神奇的呼吸之术怎么样 它能让我长生不老吗 悟空问 不能 不能 菩提祖师说 就着眉头说 那我没兴趣 悟空说 菩提祖师生气了 他站起身来 在悟空的脑袋上 敲了三下 然后离开了 悟空 另一个弟子说 你对师父太无礼了 其他学生也这么想 悟空却笑了 其他弟子都不明白 刚刚菩提祖师 是给了悟空一个暗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